在最近播出的《我家的熊孩子》中 所有成员齐聚一堂 庆祝2022年的新年 当天喜剧演员金俊浩表示 我得到了许可 即使我们有女朋友或者结婚了 也可以继续出演《我家的熊孩子》 成员们听了都笑说 那下次录影要带女友来参加 而西彻在今年正式迈路40岁 所有成员都称赞她看起来很年轻 西彻则坦言 39岁和40岁时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父母有一个期许 就是希望她能光荣地从《我家的熊孩子》毕业 接着西彻突然表态 等疫情过去 明年年初要邀请大家参加我的婚礼 全们听了都惊讶地说 这怎么可能 西彻妈妈也对儿子的这番话感到意外 西彻表示这是她的计划 不知道能不能真的实现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